我们这一节再来讲Elementor这个编辑器 它插入影片的功能 我们这边写Video好了 Video的功能示范 我们先按下储存草稿 储存草稿 之后呢 这边就会有一个永久连结跑出来 那是因为我有装这个传统编辑器的关系 所以会跑出这个永久连结 然后我们这边就 Video Demo 我把它改成英文的 我比较喜欢网址是英文的 然后发布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检视页面 按住Ctrl 另开新页面 来看一下 它目前页面长这样子 Video功能示范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编辑器 来 我们现在用这个Elementor编辑器 我们这个 功用课程里面不会讲到这个OP3 OP3是我们在初级课程里面讲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基础功用课程里面 我们讲的这个Elementor编辑器 而且是免费的Elementor编辑器 它还有付费版 可是我们不会去讲到付费版 那事实上我也没有去买这个付费版来使用 我们就讲左边这些免费版 那这里有一个专业版 这个就是付费版 那里面功能更多了 可是我目前没有用到这么多其他的功能 我用的是这个基本功能 那我们大概就讲一下这些功能怎么使用 那这一节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影音 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 你在这边可以点击这个资料夹 然后去这里选一个你喜欢的范本 那如果你要从零开始的话 我就完全不要选这些范本 我从零开始怎么做呢 我就直接按这个夹号 意思就是说我要在这边先新增一个section section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网页里面的最大区块面积就叫section 然后这边有一个section就是一格的 然后这个字有两可以分成两栏的 我们先用这个一格就好 点开之后你就会发现 这一格它布满了这整个区块 那这个区块里面要放什么元件 这个区块就叫做section 就叫做段 段 中文它翻译成段 那你这你这边你按一个加号 它就会跑出来这个元素 你要放的是什么样的元素呢 那我们这一节先讲 我们放影音这个把它拖一进去 放开 拖一进去 放开 好 那我们再把它点一下这个按钮 编辑按钮 左边就是它的编辑 这边有写编辑影音 就是表示这个元素它的编辑状态 那它目前 你会看到目前有一个影片 是因为它预设摆进了一个 他们自己预设的一段影片 而且是从YouTube插入进来的 那这边还可以去选说 你是Vimeo上面的影片也可以 那你就把Vimeo的影片插进来 那Vimeo的影片就会出现在这边 还有一个是Daily Motion 它也是一个存放影片的一个网站平台 我们比较少用 大部分是YouTube跟第二大的Vimeo 这两种 第四种的Self Host 就是说 你把影片直接上传到你的虚拟主机 你的Wordpress后台去 但这个强烈不建议使用 因为这样你的虚拟主机会被拖垮 然后你可能就当掉了 然后虚拟主机商通常也不会 喜欢让你做这样的事情 把他们流浪整个耗光 而且会很慢很慢 所以这个不建议 一般我们都使用YouTube 或者是你不喜欢YouTube 跑出这个YouTube的一些logo 这边点击就会跑到YouTube的平台去 如果你不喜欢出现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去使用Vimeo 付费的Vimeo就可以把这些全部都拿掉 这我们之前有讲过吗 然后右边这个logo 如果你付费的话 这个也都可以拿掉 右边这些分享按钮也都可以拿掉 好那我们就先用他原本这个YouTube 来做示范 他这个影片 然后他底下有些选项 这边就一个Start Time 就是你要从第几秒开始 这边有讲In seconds 你要从第几秒开始 我们先把它存一下 存档的时候就是按这个更新 然后我们再去按这个 检视页面 检视页面按住Ctrl 点击一下 跑出来了这个检视页面 有没有 就代表他刚已经存档 更新就是存档了 然后这个检视页面 就是像这样子 那点一下Play 这是他的影片 他预设的影片 那你看右下角这边是不是有YouTube的logo 然后左上角这边是不是有个这个影片的名称 那你一点 哇他就跑到YouTube平台去了 那你的访客可能就因为一点离开你的网页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这样子 所以我不会很喜欢放YouTube的影片 那如果你放Vimeo的话 付费的话就可以拿掉 那这个影片总共有15秒钟 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功能 点击这个按钮 回到刚才这个画面 然后我们点他一下 编辑 假设我们从第三秒 第三秒开始 然后结束呢结束在第10秒 等于说第三秒到第10秒播放 好我们按一下更新 然后再来看一下刚刚这个页面 重新整理一下 注意哦 好按播放 你看他从第三秒开始 45678 9 10 停了 他就从第三秒播到第10秒 就停止了 所以这个功能呢 就是Start Time 第三秒 End Time 结束到第10秒 看你有沒有需要这样子的功能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YouTube上面 抓一段影片 让你的访客去看 可是 这个影片可能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控制 那个影片的长短 你只能够 希望访客看到这段影片的 第几秒到第几秒的范围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好那底下这边还有一个功能 叫做自动播放 自动播放我们按 是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按一下更新 好我们再回到刚刚前台这边来 再重新整理一下 然后呢 你看 他从第三秒开始 那照理说啊 这个自动播放功能啊 我如果这样重新整理的时候啊 他应该就会开始自动播了 可是他现在没有自动播 那他为什么没有自动播呢 好来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再到后台看一下 如果你把这个静音吼启用的话 然后再按一下更新 好我们再到前台去 好注意哦 我要重新整理了 重新整理 你看 我没有按play它就自动播了 所以后台这边 如果你希望它自动播出的话 你这个静音就要把它启用 好那其他外挂不一定会这样子啊 比如说我用的OP3 他就算不静音 他也会自动播 可是这个elementor 他的限制 他预设就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要自动循环播放的话 自动播放 自动播放 就是一载入网页就自动播放的话 你就必须把这个静音打开 也许他有考量点 因为有的人可能在一些场合 打开网页你就自动播 声音就跑出来 可能会有点尴尬 比如说坐公车啊 或者是你在上课偷看 偷看那个某些网页 结果声音就跑出来 也许有这个考量 所以elementor 他插入影音的时候 就记得你要让他自动播 就一定要把静音先启用 然后这边有个按钮是play on mobile 就是说在手机的时候 手机播放的时候 也能够启用 让他可以自动播放 可是这个功能哦 不一定能 不一定有真的有用 因为我自己的手机测试过 我用手机看 他还是不会自动播放 还是要必须手动按play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不一定能用 然后这个循环就比较能够理解 就是他播完之后继续播 我们来更新一下 然后来前台重新整理一下 一般播完之后 他就会停在那边嘛 那你看一下我们 等他播完之后 他是不是会重新 先从头开始播放 好注意快要结束了 好 结束之后他要从头开始播放 OK 好处就是说一般 如果你不让他重复播放的话 他播到最后会怎么样 他播完结束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其他更多影片 那他就有可能跳出别人的影片 然后别人一点击的话呢 哇 要跳到别人的影片去了 那这样对你自己就不是很好 所以呢 我会建议你就让他循环播放 没有关系 然后这边有个Modis的Branding 这个如果打开的话有个好处 我们来更新一下 好来看一下 右下角这个YouTube的logo 我们重新整理一下 好 logo不见了 所以他的好处就是说 他可以隐藏这个YouTube的logo 让人家不会去点到这个YouTube的logo 可是啊 左上角这一个名称还是存在 所以他一旦点击之后啊 他还是会跑到YouTube的平台去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避免 你这个logo不让人家点击 跑到YouTube的平台 这是可以把它隐藏掉 可是左上角这个没有办法隐藏 所以他也是有一个这个缺点 然后最下面这个隐私模式 他是说 如果你打开这个隐私模式的时候啊 除非播放视频 否则YouTube不会在你的网站上 储存相关访客的讯息 也就是说 如果你把它打开的时候 那我们更新一下 其实看结果是看不出什么东西的 如果你没有播放 如果你没有按自动播放 那这个影片没有播放的时候呢 YouTube的平台并不会知道 有人进来了你这个影片 因为你这个影片是从YouTube迁入的嘛 那如果你没有选用刚刚那个启用的话 那你载入这个影片的时候呢 YouTube的官方网站会知道 有人载入了 可能会被计算一次 浏览数量可能会被计算一次 可是这个一旦启用之后 除非你按play播放 否则的话他不会去计算 好那建议的影片呢 是说 你目前播放完毕之后呢 他的建议影片是 AnyVideo 他就可能跳到别人的频道去了 那如果你选择说 目前的这个影片的频道 那他的好处就是 假设你自己的频道里面有放了多部影片 那播放到最后结束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启用循环的话 他跑出来的那些影片呢 还是你自己的频道的影片 还是你自己频道的影片 OK所以我们当然是尽量选择自己频道的影片 不要让他跑到别人的频道去 那下一节我们再来讲这个Vimeo来源的频 对 那下一节我们再来讲这个Source 如果感觉Vimeo影片来源的话 底下的一些控制钮 tutti 我用了 我用了 目前是能铭�的